苹果直擊 巧遇白狼 黃偉哲禁酒 统一促进党主席张安乐 白狼 日前在立法院前臭骂民进党 对他白天骂黑道 晚上叫大哥 昨天就被苹果直擊 民进党立委黄偉哲 在台南市新营区某家餐厅的宴会上 对大哥白狼鞠躬禁酒 不过黄偉哲解释 他当时并没有向白狼提供 也没有叫白狼大哥 双方没有交谈任何一句话 他只是逐桌禁酒 完全不知道自己跑到白狼那一桌 是事后才听说 他也强调 就算知道白狼在 他也会礼貌性过去禁酒 因为是公众场 并非他和黑道私下聚会 东新闻综合报导